一人蓝结英11月4日于浴所内被发现与市长辞,聚悉被发现时已离世两三天,此因相信是由于摔倒失救。此训令娱乐圈感到震惊与痛心,而蓝结英逝世后也并未获得平静,因后事处理一直不顺利。 先是警方无法联系蓝结英亲友认识,蓝结英影迷会歌迷向香港演艺人协会求助,要求协会出面办理蓝结英身后事,倒好不容易联系上蓝结英姐姐,但其姐又对蓝结英身后事处理犹豫不决,即得蓝结英好友林建民直呼一体以便不能再等。 据悉,教会将会为蓝结英提供灵位,令蓝结英家人放下心头大石,而家人亦明年追思会后不会再有任何出病仪式。 据港媒报道,蓝结英遗体至今仍存在香港玉多利恋房,家属将于11月15日为她举行简单的告别式,由于蓝结英逝世多日才被发现,她的遗体已出现变化, 所以不会公开让朋友瞻仰仪容,只有至今才会与她见最后一面。 届时,蓝结英家人会安排化妆师为她悉心打扮,以最美姿态告别。 至此,这位曾经亮觉舞台山的艺人就与我们永远告别了。 蓝结英一声坎坷,印了红颜薄命的老话,希望她离开后能得到真正的另进。